嘿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再來是一場巔峰賽的實戰解說 這一場先醜話講在前面 我做了一個EQ蠻低的事情 大家答案就可以看一下 反正如標題所示 當然影片PO出來 先稍微自己檢討一下自己 順便賺點錢 再跟大家講 這樣的東西是不對的 我們強烈的 建議大家不要這樣做 剛開始光頭跳掉球 理所當然 那我及時補了一個干擾 但這一球是很危險的 差點就沒補到 我的計劃是這樣 那個慈善反正就全程盯著這個工藝 那我來負責 防守高砂 欸欸欸欸 那個籃板沒有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看花型他是專精 我想說他應該懂的一些東西 那剛剛那一球過點是對的 但是就是被高砂擋了一下 站的比較遠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生氣 非常的angry 就是直接灌進去 完全不管高砂在幹嘛 反正我流川鋒就是這樣 第一球硬灌 等一下就可以拉一個後車 大家可以順面看一下神奇的畫面 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我們在這裡玩解弧店 光頭被排擠 他内內的不爽 直接拔了一個 空位 但還好是第一球 那很可惜 籃板居然還被光頭搶走 我實在是覺得稍嫌尷尬 那麼這樣的肉房 其實偶爾我也會這樣 所以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而且我們池上很漂亮 再截到這顆球下來 如果花形這時候拔後仰 完了他肯定是不懂機制 不懂機制 機制就會懲罰他 請問一下到底哪個花形 那麼第一球是在那邊給我拔這個 干擾球的 這個時候我心裡就尷尬了 因為我曾經也出過花形單板 一直進攻的影片 所以呢 我現在呢 那麼花形的下一球 他其實只要後仰 基本上是可以進的 不要被干擾到就好 不要嚴重干擾 輕微干擾都可以進 這一球他拔了就很漂亮 但是如果他下一球 再給我拔後仰 我就知道完蛋了 你可以看到我其實也一直在要求 因為畢竟 由花形進攻 還是比較難受的 籃板球沒了就真的沒了 GG啦 對方還是一個雙板 到這時候還等高殺的三段 但是流川風他是沒有火鍋技能的 所以當你玩仙道玩久了 這種距離仙道或是猴子肯定蓋下來 但是因為你是玩流川風 所以沒蓋下來 我只能說我的錯 我們好以俗 那我這邊一直瘋狂要求 我想要繞底線 我看到花形拔後仰 我又知道 他內內臉 糟糕了 我先跟大家講 我不是因為只是單單花形 就這樣幾個失誤 覺得有點不爽 是因為呢 我一路 下來 我真的是 巔峰戰爭輸好多場 當然自己不凱瑞也是 也是這個 實話實說啦 我這邊直接一個不爽 想要投降 爆氣 爆頭 站在這裡 賣爽 我跟你講 不是他的錯 他是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呢 我想說 算了 給隊有點懲罰 意思意思就好 還是幫忙防守一下 實際上 我也是想要吃鍋鍋的 我肚子餓了 肚子不飽 怎麼會有力氣打球呢 其實真的 如果你連數的話 真的要休息 因為我這個心態 我打到現在 真的有點崩掉了 我現在就覺得 算了 隨便打了 高興就好了 有強大籃板就好了 佛系打球 你可以看 我這邊隨便拉 這個後仰 我成幾何時 拉這麼短 有就投了 被別人請了兩鍋之後 我怎麼能夠 不還你一鍋呢 這球蓋下來之後 好像有機會 那我這邊抓準時機 一個 其實我邊打的時候 我就在反省自己 因為你可以感覺出來 隊友 也知道自己 好像 出手太多了 所以呢 也是把球就傳給我 我就覺得說 啊 這個人間 還是出處有溫情的 還是要給對方 機會的 還是要給隊友機會 就像我也會犯錯一樣 對吧 你看我被蓋那麼多球 隊友也沒有生氣 我憑什麼要生氣 這時候 我想到了 我毛起來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要凱瑞隊友才行 我一個當頭半賀 幡然醒悟 突然毛色盾開 我身為一個實況主 我怎麼可以帶起歪風呢 這時候我能做的就是 想盡辦法的 凱瑞隊友啊 那這一球呢 沒蓋下來 不過沒關係 反正他本來就是大招 時間呢 還有一分半 而我身上有個大招 我這邊等一下切進去之後 差不多又有一個 這個 單雙數的機制 這一球呢 打起來呢 應該就是一般球 那下一球呢 我打起來就會是機制球 我這時候看到 公益有沒有走後門 我就知道完了 完了 海南一地被蓋來了 結果呢 剛好大家都被擋到 被一個彈無虛發 不過沒關係 啊 穩著點 我們沉住氣 別害怕 花琴這邊大招開了起來 應該是不會被蓋掉 靠邊咧 就被蓋掉 球權在對方手上 哇勒 這下子就糟糕了 注意一下在這個moment 我直接跑到高殺的山段 我就去賭你 啊 我剛剛的失誤 我這一球 給你討回來 球權再次回到我們手上 我這邊直接拔起來 因為我知道這一球是機制球 他剛好又空位 那肯定是會進 現在比分回到了兩分的差距 一切都看似還是有機會的 光頭那邊又一個 局勢無敵 大空檔 其實當下呢 我只能怪自己說 啊 隊友都來補防了 我為什麼不去守光頭呢 我應該相信他們 交給他們才對 那這邊一個二段扣籃 再把這個一般球呢 給扣進去 那下一球呢 又是我的機制球 現在還是一樣落後兩分 只要再蓋下一球就沒問題了 可以看到這時候花醒拿去盯光頭 我相當欣慰 這邊的話光頭撞停之後 我繼續盯著他 這一球 應該要彈出來了吧 漂亮 花醒 籃板搶得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請你把球給我 我有這個空檔 不錯不錯 可以可以 那現在時間呢 剩下22秒鐘 現在馬上用你 國小時候 國文老師教你的數學去算 我們再怎麼樣都會有5秒鐘進攻機會 哇靠邊 怎麼又是光頭 哇 哇 光頭到底為什麼可以在那邊有個 這個局勢無敵大空檔 好啦 我們現在握有大概最後一波進攻的機會 而且這一波呢 我的機制居然不救我 但這時候又體現出 隊友的讓我的感動 我這邊準備拉出去 做個假動作 跳起來啊 跳啊 其實我現在已經猜到 對方應該還有一球 所以我必須 跑到後面 過來抓到你 還好 這一球投出去 真的是很有可能直接輸掉比賽 我們人 真的是 玩遊戲 不能怪隊友 只能怪自己不夠凱瑞 誰不想贏呢 啊 那誰想害隊友 掉積分呢 有啊 肯定有 但我非常的納悶 為什麼 這個一個專間池上 可以 一直守不到工藝 有點 有點讓我蠻匪所思的 如果這個池上 好像是一個藍牌子 黃牌子 那就算了 這個池上呢 哇 哇 厲害了 池上 應該是媽媽叫他去這個 這個吃飯了 哇 哇 怎麼可以一直放一個工藝投空位 我覺得這個池上肯定是有媽媽在背後 叫他把手機關掉 他逼不得已 哇 哇 隊友直接開始 哇 哇 我全面覺得隊友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突然覺得他們兩個認識啊 他們兩個是不是認識 然後就想要搞我 他們知道我是誰 他們看我前面不爽 看我這樣這麼不爽你知道嗎 然後故意啊 讓我藏點甜頭之後 哎 人家說倒是甘蔗不是啊 我甘蔗正著吃啊 哇 你說這不是各種鬧事 不然是什麼啊 我的媽呀 池上頭了一個嚴重干擾 然後花形硬是拔一個嚴重干擾 完全不管機智不機智 但這場的確證明了 這個機智球啊 本來就不是100%中 而且真的還有可能 會這個變換 那麼籃球比賽啊 本來就不是說 靠一個人就可以打 那當然了 一個人呢 夠凱瑞也是可以 這只能說自己也不夠凱瑞 太遜 最後跟大家講 其實啊 我們每個人啊 就算你玩得再久再厲害好 你總是會有什麼樣的原因 會導致你分心 導致你打不好 比如說你旁邊很吵啊 比如說你女朋友在你旁邊 叫你趕快把手機 放下來啊 比如說你邊吃餅乾 餅乾油油的手機很難控制啊 所以呢 我現在換個角度想 隊友啊 剛 只要他不是鬧事你知道嗎 只要他不是剛塞在路上 剛剛好 就是他表現不好的時候被你遇到 你只能 只能自認倒楣啊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這個時刻 只是能遇到的時刻特別多 我覺得我很慚愧啊 公益都搶了兩個籃板 結果我 沒有籃板 我很慚愧 最後我想說啊 人非聖賢 誰沒雷過 祝大家連敗的時候 都能轉換一下心情 拜拜